哈喽哈喽,大家好,爱生活,爱污媚,让我们一起污起来 这里是污媚解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贪婪洞窟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些进阶的小技巧 因为很多新手在持续升级以后会发现有很吃力 好,大家先看我的屏幕 检测有中段的存档是否继续,当然继续啦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新手在玩的时候 并没有能快速的升级 是因为它经常会在游戏中 就是进入以后,在退出以后 马上退出,就是不继续它的存档 这个时候我们曾经在游戏中获得的经验 金币以及各类的装备 都是就算白打了一起而空 所以说很多新手 大家千万不要经常在游戏中跳来跳去 一定要用我们的逃脱卷轴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始有终的来回 然后得到我们应有的装备 还有我们的经验 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朋友问 我们的逃脱卷轴在哪里获得 这个呢,是这样的 有三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我们踢罐子 相信大家都了解 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打怪 然后这种掉落的比较低 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在我们成真中的这个女巫那里的幸运转盘 会转到我们的逃脱卷轴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关 就是这一层咳血壳的差不多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选择离开逃跑 打怪逃跑 然后选择带卷轴回城 这样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不白得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宝箱 当然很多朋友呢 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都说 我现在已经刷到一定经验了 我需要快速的升级 怎么样刷经验最好 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可能觉得说 理论上30层刷经验是最好的 可是像大家可以看到 雾妹现在在我们的32层 可是打怪速度并不是很快 所以说选择层数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我可以一到一个的迅速获得经验的时候 这样的话打怪比较好 并且呢我们一定要戴上我们的幸运装备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可以戴额外的黄金 加经验的装备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帽子 同样的帽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选择属性的时候 戴我们这个额外幸运的这个帽子 所以说在装备的时候一定有所取舍 以上呢就是说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小 就是在进阶的时候如果升级 就是说一定要拿到我们应有的东西才走 不能切记不能随意的说进出我们的洞窟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我们应该有的东西了 并且呢相信大家在玩这个过程中 肯定也有一些困扰 就是说我的装备并不好 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一层一层刷 不进行就是接下来的下动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刷过了再下去打boss的话 是比较好的这样省得省去我们一直可要的一个风影 大家可以看到我升级了 升级之后呢我们整体的会有一个增加 所以说推荐大家先生级在打高难度的boss 今天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喜欢 这里是萌萌大舞妹 拜拜